问委员在吗 委员今天不在 一整天找不到人 电话关机 连办公室都不见个影 立委黄国昌躲躲躲躲 大门火速关闭 自家人作家冯光远宣布退党 原因直指黄国昌 实力党 已经变直 如果他变直成为一个 我称之为国运昌龙党 这被道具开直播 手版文字配置摆明了讽刺谁 左方从上往下念 就是国昌党 不但暗奉主席黄国昌一言堂 还批国运昌龙党爱收割 他们的这些做的事情 今天如果会被这样子对待 那我觉得这些收割者 才真的要去深知监讨 才合作一年半就分道扬镳 时代力量被戏称是镰刀力量 国会改革政权交接等法案 别人早提过 自己重新提也能算一笔 让民进党气到不行 黄国昌成为头号标靶 也许内部有一些沟通不足的地方 很多的事情其实也不是主席一个人说了算 黄国昌曾挨轰是收割王和金马影帝 现在实力被说是一言堂 这位被讥讽是国运昌龙党的主席 却是神仪已对 这程序林一璇台北报道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 让爱飞扬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